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簡單類似這樣的小桌子 或小椅子 利用這個城市碼區塊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做一個類似這樣的小桌子 我們先開一個新的城市區塊 按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新的設計 進來了之後 這個專案的名稱我們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我們這是第三個作業 叫做小桌子 類似這樣 那我們利用這個方塊的造型來建置 把它拉進來 這個我們都先採用預設的就好 預設值 長寬高都20公分 應該實際應該叫做20個單位 沒關係 因為我們到時候建立好的模型 不管你是公分公里等等單位 到時候你可以按照這個比例來說放 就是原本我們做的這個模型 好 我們play一下 這樣就是一個簡單的這個方塊就建進來了 那我們現在要把它做挖空 那我們先建立一個跟它一樣的這個方塊 但是呢 但是呢 大小呢 我們要稍微改一下 比如說 這個寬度呢 這個寬度 我們等一下要把這個地方挖掉 把這個地方挖掉的話 這個寬度就要比較小一些 比如說我們就用16公分 16個單位 那麼長度呢 假設我們先不改好了 那高度挖到這裡 各位看 挖到上面這裡 我們要保留一些 保留一些的話 這個高路我們用16公分 好 那這個是要揉空的 注意這個是要揉空的 好 那我們播放看看 好 各位這樣看不出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把這個原本上面這個方塊呢 那也先把它改成空心的 這樣比較好觀察 好 來我們播放一下 好 各位看一下它這個特色 它這個 城市碼建立這個模型的特色 它就從中間 從中間來建 所以這樣子 不是我們要的那個效果 因為它 它變成中間空心的 不像桌子啊 那我們是不是要把裡面這個空心的往下移 往下移一些 才會有那個效果 等一下這個底下才會可以幫我們裁切掉 才可以幫我們裁掉 所以呢 我們先利用一個移動 這個移動 在這裡 修改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移動 那麼 G軸 就是這個垂直的 藍色的這個部分 我們讓它移動往下 兩公分 好 那我們再觀察一下 欸 有沒有 各位看一下 它這個是不是底下 就可以 就可以 這個 touch到這個底部了 那等一下 我們剪掉的時候 就比較像那個 桌面這樣 樓空的 桌子底下 樓空的那個效果 好 那我們把這個 改回成實體 好 那我們 我們幫它做一個群組 我們來看看那個效果 好 等一下我們再來修改 好 因為這個要這樣子講 各位會比較清楚那個原理 好 好來 我們再播放一次 好 來 各位看一下 好 是不是 這樣就有樓空 這一邊 好 這個寬度的部分 好 那另外一邊 我們就再做一個 好 那這個群組 我們先把它往下拉 所以我們可以複製一份 這個 好 那剛剛這個是寬度16 好 就比較小一些 那等一下我們 變成要這一邊的 好 這一邊的 這一邊 好 這一邊也要把它樓空 好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 複製過來修改 好 假設它這一邊就變成 20了 好 那這一邊變16 好 短一些 這樣子 好 那也是讓它往下移 好 那我們再把它組合起來 好 好 播放一次 好 各位看一下 你看 這麼簡單的 你看 1 2 3 4 5 6 6個程式指令 這樣隨便來拉 就可以幫我們 以前 在這邊建模型 你要一根一根這樣拉 一根一根組合 有時候還對不準 那速度上是誰比較快是不一定 但是 這個程式碼區塊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建立的這個位置一定會對得很準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是用程式去控制的 所以對得很準 好 那這樣子的小桌面 你印出來的時候 然後這個 這個角落 尖尖的 很容易刺傷 那我們 可以把這個 邊緣呢 做一個圓角的動作 比如說我們這個是兩個單位 邊緣兩個單位 好 來 我們再建模一次 來 各位看一下 你看這個邊緣就很圓滑了 這樣比較不會去刺檔 好 好 那麼 我們整個看一下 這個平面如果 這個 模型如果要更漂亮一點 我們就是整個再往上移 因為它你看 有一個部分是在水平面之下 那我們就再做一個移動 再把這個整個群組往上移動 10公分好了 好 有沒有 整個放到水平面上來了 好 真漂亮 有沒有 很漂亮的一個 小桌子 或是小椅子 也OK 好 以上簡單的介紹 辦 安 澱元